科目編端計劃去年擴大到所有中學 讓普通原流學生選修程度較高的科目 有些中學為緩解學生可能面對的壓力 改變分班制度 來看記者吳立新的報導 玉德中學中醫普通學術原流學生張平信 因小六會考的華文成績不錯 得以修讀這個科目的快捷課程 我已經達好基礎了 所以我想讀更難的華文 就算我有壓力 我會找我旁邊的同學幫我 一起教我講做這一題 玉德中學去年同參與計劃的學生收集反饋 反應大致良好 但由學生感到自卑 覺得與快捷原流的同學格格不入 為此校方今年改變中醫分班制度 基本上就是每一個即任班 有來自不同原流的同學 上的是一些共同的課 比方說音樂 比方說體育 促進融合社交的時候 那我相信對於學習者 自己本身的一個心態 是有極大好處的 文理中學前年開始 以課程輔助活動為學生分班 讓不同原流的學生 一起進行大大小小的校內外活動 以學術方面以外的優點 方面來編排的話 能大大提倡學生對自己的自信心 也可以說 而且他們也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以前就是我不敢說話 我測驗每次能拿到最後第幾名 可是現在我敢敢的說話 什麼問題都敢敢的問 因為我跟很多人不一樣的人都一起交流 我現在考試的時候學校是拿到第一 第二名 校方表示 改變分班制度後 學生對學校更有歸屬感 無故缺席的比例 從2017年的4% 減少到去年約2% 解決定